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来到这个科学回忆录的环节 今次我想用一个小朋友讲故事的方法 来讲一个画面上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白瓶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小白瓶的照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会留意到它是揽住了一些东西 究竟跟我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慢慢讲给大家听 话说在2019年的时候 有一天在大约挪威附近的海面的一些渔夫 他发现有一个单独行动的白瓶 就是现在画面的这一只 他就非常有趣 他有趣到什么呢? 就是他会很去亲人的 他懂得在他的船上 以及在他们那些捕鱼的设施周围 甚至养鱼的设施周围 他会很活跃地去游动 而且你看到他的动作 是很希望他争取到一些人和船的注意 一路出没的范围 应该大约是在挪威附近 有时是一些鲍鱼场 有些是一些鲍鱼船 周围出现 相信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发现 但是当其中一位的渔夫 他们去留意这个小白瓶的时候 就发觉他掌握着那些东西 就像现在画面大家看到的 很特别 大家马上会想起什么呢? 一定是有人养的 就等于如果有个宠物 他本身掌握着那条带 他走失了单独行动 他很亲人 你第一件事 你会想到他是一个宠物 好了 但是哪个会养成这样的宠物呢? 那些渔夫就将他靠近他 亦给他食物 这个小白瓶本身也是非常亲人 有人给他食物 他很开心 亦留意到他掌握着这个刺丝上 有些很古怪的字在上面 其实大家都会想到 如果一般猫猫狗狗 有条带掌握着 那就帮他找回主人 照计他应该有一个主人 但是如果一个小白瓶 他就不应该有人当他是宠物 而且他在大自然生态环境 这些是大自然生态环境的东西 就不应该是一个一家一户的宠物 哪个人会给一个这样的带 一个好像架锁的东西 上面还有字 除了下来的时候 发觉有一件很特别的东西 上面的字写着是 Equipment by the Act 因为他本身也不是写英文的 Saint Petersburg 是由聖彼得堡尼的一些仪器 这样的意思 他不是写英文的 但是我估计应该是写俄文的 大家很容易联想到 由俄罗斯来的 在挪威发现 他会周围在船上旁边游役 他很会和人相处 所以在2019年发现了这个小白瓶的时候 马上有人想到 是否是间谍 当时很多媒体都说 我们这次终于抓到一个新的俄罗斯间谍 他是一个小白瓶 这件事在整个欧洲 尤其是在北欧 波罗的海周边几个国家 就造成了很大的回响 因为我们发现到 俄罗斯继续会有 似乎是否会继续有 去训练这些这样的动物 来帮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呢 如果你看看美苏冷战的历史 其实美国以前也有 是否会用白瓶 也会用白瓶 按照计美国便不是 他会用其他 比如在文献记载过的 海豚、海尸 这些都是在美国 甚至前苏联 甚至后来俄罗斯 都有用过训练过 用来执行一些军事任务 尤其是在俄罗斯方面 追溯在苏联时期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 他甚至训练一些狗 来执行一些自杀式任务 背着一些炸弹 去捐落敌方坦克的底部 然后自杀式襲击 当然大家会想到 非常残忍 不单止对动物本身残忍 甚至对一直去训练 治养它的人 将它视之为 一个有感情相处的对象的人 都会觉得 这样做是非常不人道 哪怕不是执行一些自杀式任务 就像今次的小白瓶 其实也有个故事 可以和大家继续讲下去 在挪威的愚夫发现了 他将他解除了他的枷锁 之后 大家就想到 是否已经他从获自由呢 当时也很大事报道 就是说 这只怀疑是俄罗斯间谍的小白瓶 终于为他解除了枷锁 去从此自由了 一时间大家好像很宽天起地 以为这是大团圆结局 但是实际又会是否呢 或者又反过来想 其实他是不是真的 帮俄罗斯做间谍任务呢 这个其实大家都众说奔文 为了求证这件事 甚至乎我们当时挪威那边的专家 也帮忙找了一些 在俄罗斯内的 负责做这些海洋生物研究的 一些这样的专家 来帮忙去评解一下 俄罗斯方面 你预期他会否定 但他给的理由就是 如果有心从事间谍活动 我会不会这样写自己的名字 写一些 我就是去涉听你的人 会不会这样呢 这个想法其实听起来挺合理的 但是于是 亦有人提出的想法就是 他会不会只不过 其实也是准备去做间谍活动 只不过是在训练期间 那里走掉了 于是乎 还未将一些 可以适应到他来自俄罗斯的 一些特性的东西 没有拔走 甚至乎 也有现在的主流说法 也有说 其实他本来不是从事军事任务 他是从事一些 其中一些帮助治疗儿童的心理障碍 大家可能想到 有一些很可爱 很有灵性的动物 来与这些小朋友相处 去帮他们心理上去疗伤 其中有一些项目 就说 会用到这些小白瓶 来帮他们拖一条船 船上载着小朋友 透过一些 那么听话 可以被纯养的动物 令到这种小朋友和动物之间的感情 令到这些小朋友 心理上得到更多的安慰 这也是现行的一个很流行的说法 所以到今时今日来说 经历了由2019到2023年 这个小白瓶究竟身世是如何呢? 都还未有很确定的说法 但是始终如果说到 他与一个执行秘密军事任务有关 最会引人入胜 所以当初大家发现了 这么可爱的小白瓶之后 都会帮他起了一个名字 在挪威里 除了有一群学者 有一群当地的保育人士 也帮忙照顾这个白瓶 甚至在一个固定地方 他几乎是营养他 为他在固定地方提供食物 由于这个白瓶本身 也非常喜欢和人相处的关系 他整天就会回到固定地方 去找东西吃 甚至去找人陪他玩 问题又来了 他很懂得找人玩 很懂得探人开心 但是也似乎是因为他过往 不停地受人训练和人相处的缘故 他没有什么天然的本能 他似乎在和其他群体和其他同类相处 很可能是 亦更加伤心的是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看到他 似乎是那种情绪 比较不开心 他游的范围越来越阔 他被发现时 可能只是十岁以下 现在大约是十三四岁左右 根据整个生理周期 他进入了一个精力旺盛的年纪 他会不会更想找朋友 但是找不到 也找不到同类和他相处 他游的地方越来越远 但是他找食的能力 他似乎没有被天然的环境训练出来 到了他最近年回来时 已经有非常瘦弱 健康也不好 在2021年时 甚至发现他有被船的螺旋掌尾 打伤了的一个痕迹 所以他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 大家都知道 无论对任何海洋生物 甚至对于潜水源来说 如果被这些螺旋掌尾打伤 几乎是可以取命的 其实非常严重 如果打伤了头 就几乎会丧生 对于人类动物 和其他动物也是 于是这件事 就成为了一个由 好像查找他的身世 以为有大屯面结局 到头来变成一个保育的问题 我这里讲漏了一件事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白瓶 为他搞了一个起名的运动 当时由于一个最主流的说法 是认为他是来自俄罗斯的间谍白瓶 大家开玩笑 拿了普京的英文名 Valdemar 来想着和他命名 不但将Valdemar 这个字前面加多了H字 变成读出来的时候 一种硬的英文读法 就是Valdemar 一个这样的发音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如果回到挪威画 来看 你看看Hval 如果把普京本身的名字 头的英文字 就是Vald 如果前面加多个H 就是Hval 不管后面 D字后面 以后的字没有的话 Hval 在挪威画里面 其实就是评语的意思 所以 由Valdemar 其实就是可以说 拿普京的身份来开玩笑 大家都知道 普京执掌俄罗斯之前 本身是KGB 本身是一个特务 现在就是说 因为怀疑这个白瓶是间谍 所以将他的名字 叫Valdemar 一语相关 既是refer 说普京 亦都说 这个就是一个瓶鱼版的普京 好了 如果大家看看 找到网上 有个由挪威这群保育人士 以及学者共同 成立一个网站 叫onewell.org 其实就是一只瓶鱼 一个这样的组织 当然这个组织里面 关心哪些瓶鱼 就是Hvaldemar 现在他的状况 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是他曾经受过伤 而且在最近这次被发现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出现的地方 越来越阔 越来越离开 去传统生活的地方 似乎看到他的健康状况 不是太理想 曾经受过伤 到最近发现他的时候 也不是太肥 也是因为他远离了原本 去位置他的地方 究竟他是想去找一个新的地方 重新生活 尝试去融入海洋的群体 但是失败 究竟是如何 其实我们现在都未知道 在这个事件中 其实有个问题 交给大家想 当然 如果这是一个军事任务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个军事任务 如何自私地 影响了这些大自然的 这么可爱的动物 但是就算 不是说 当他不是和军事任务有关 哪怕你是纯粹当他 在一个水族馆里 去观赏他 训练他 令他做出一些 可以令人看得很开心的表现 或者甚至纯粹是为了治疗用途 于是人就特意将一些海豚 瓶鱼甚至海丝 从小到大 长远令他完全没有 能够返回大自然的能力 人类在这些动物做出来的动作 是好还是坏呢? 在这里也可以说 当是帮忙呼吁一下 其实挪威的这班资源人士 他们一直很想找一个办法 引起大家的关注 就是这些人类去训练动物 如何影响自然生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 当然就是说 他继续想追踪和照顾 这个小白瓶 都需要一个资源 你会看到他们定期去接触 这个Valemar 看看他健康情况如何 然后就是要 续期买东西给他吃 亦都希望帮他预备好 一个好的地方 继续生长 但为了不要妨礙他的选择 其实就是说 在那个渔场周围 基本上就是有了自出自入 亦都没有刻意去做 一些什么电子仪器的追踪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太多 但是当然 最重要的是 如何能够继续 进一步去想想 这些方法去避免人类的活动 影响大自然的生态 哪怕不是这种白瓶 其他海洋生态 他会不会都会被其他海洋活动 例如 捕鱼船 或者纯粹是 平常消限的人 出海消限的人 他们那架船的船长去打到这些海洋生态 其实这也是一个团体 想大家关注一个话题 究竟这个小白瓶 究竟这个小白瓶 他未来的命运是如何 究竟我们能不能够 有能力查出他的身世 这个我们暂时还未给到答案 看看将来又是如何 今次科学回忆6 介绍这个故事 我们到此 我们下集再见